欢迎收看今天的陪凡大探索 我是佳莹 来一根在地人吃好料 新北深澳鱼缸里头 有一家人气海鲜店 他们的招牌鲨鲨 鲲汤是相当的清甜 鲨鱼肉细致松软 入口即化 丝毫没有鱼腥味 必点的还有这一道炸物拼盘 一次可以吃得到西虾 软丝鱲 还有酥蒜中卷等等 至少会有四种的海鲜炸物 味道是相当丰富 还有限量的墨鱼香肠 也很有人气 因为可以吃得到 满满的花枝肉跟花枝浆 Q弹的口感 让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 越嚼越香 有从嘉义来的 有从板条来的 有从土城来的 我是从台北来的 好酥 明明是平日中午 外头还下着毛毛细雨 这间位在新北瑞芳深澳路上的 海鲜小吃店 还是像磁铁一样 吸引不少客人 吻香上门 从我们的鱼港一下来 就是一家一家吃 吃到这一家 我们就住足在这一家 因为它发现它的味道 也合我们的口味 价钱也很实在 那最主要的是 它的鱼类很新鲜 各类鱼鲜让客人爱不释口 尤其是这里的鲨鱼根 更是许多韬客上门必点的美味 不过处理起来相当费功夫 过程得要小心翼翼 我会先把它背起的这两根刺 会把它先处理掉 这个刺有神经骨 那如果说严重的话 可能就是要去看医生 有毒的刺拿掉后 热水参烫鱼肉 再用清水帮它搓澡 洗净满身污泥 接着去除内脏骨肉分离 保留最佳口感 它处理又很繁琐 但是它的鱼肉是真的是非常细致 而且它鲨鱼是软骨 所以它本身没有鱼翅 所以一般的话 小牌子到老人家 基本上都可以吃 切块的鱼肉 倒入老板特制的红麴酱 并按摩 并让酱汁慢慢入味 锅上一层薄薄的地瓜粉 下油锅炸到酥香 汤头是张乔安 每天用白菜 萝卜 香菇 金针花等超过六种蔬菜 熬煮的精华 全部熬到它出味入味之后 你最后的勾芡的地方 它很重要 如果你一下加太多的话 它会变得很丑 炸到金黄的鲨鱼酥 配着薄芡羹汤 散发淡淡咸香味 一口咬下能尝到 汤汁的清甜 鱼肉细致松软 入口即化 丝毫没有鱼腥味 它的外表它是酥脆的 然后它的肉质是蛮柔软绵密的 那汤头呢蛮鲜的 简单的滋味让客人吃了念念不忘 好味道来自自家渔船的 现补食材 与婆婆传给她的手艺 本身我公公的船 她就自己有在抓这些鲨鱼 婆婆也都会利用这些鲨鱼 来作成一些根汤 去招待她的亲朋好友 那我觉得说 这些鲨鱼我们就自己 作成一道好的料理 新鲜直送的美味还有这碗白带鱼 小卷米粉汤 我们的汤头是采用洋葱蒜头 然后小卷干下去爆香之后 我会放到高汤里面 然后再加入鸡骨头一起下去熬成的这样子 慢火熬出的精华 汤头鲜味十足 要放进汤里的白带鱼和小卷 张巧安也特别挑选过 就是只要选它够大 像我的手掌这样大的肉厚 就可以了 它的肉越厚越好吃 白带鱼去头去尾再切成块状 锅本炸到金黄 小卷则是切断后去掉脑袋 烫到透明转为乳白色够捞起 最后连同煮好的米粉 一起接受热高汤洗礼 你那个蔬菜 然后跟那个鸡骨头去提鲜 提它的味道把那个带鱼跟那个小卷的味道提出来 鲜味十足的白带鱼小卷米粉汤 汤头相当甘甜 白带鱼轻轻一拨骨肉分离 还能吃到鱼蛋精细 小卷相当Q弹 情脆可口 白带鱼就是很新鲜 吃起来我们是吃炸的吧 然后吃起来它的口感就是酥酥的 小卷不错 QQ的 然后不会太软 就是吃起来QQ的很有口感 端来就觉得太好吃了 所以我吃了三碗的鱼粉汤 这个小卷 哇 很清 味粉喔 不嫩也不丁 汤很清 好鲜甜 忙里忙外张乔安打从七岁开始 就在娘家的海鲜餐厅帮忙 嫁到深奥渔港后为了生计 张乔安做着自己最擅长的海鲜料理 不过刚开始确保受他人言语压力 很多人都问我说 你堂堂一个餐厅的大老板娘 那你回来开这个小吃店 人家是餐厅越开越大间 你反而回来做这个小吃 不是很奇怪吗 不在意别人的眼光 张乔安走自己的路 用好手艺端出新鲜海味 像是这道红烧海鱼石狗宫 就很受客人欢迎 但是这种肉本身它是 石狗宫里面算细的一种 那挑选的时候也是一样 我们从外观看它的颜色 因为它是很红 那再来也是看眼睛 打刀以化 帮新鲜石狗宫开背 更能快速熟透 接着把整条石狗宫 果分炸到金黄色 葱蒜 辣椒和姜丝打火爆香 嗆尽酱油 蚝油提升香气 最后让石狗宫进锅 洗饱酱汁就能快速起锅 红烧石狗宫一上桌 散发阵阵香气 鱼肉鲜嫩多汁 沾着红烧酱一起吃 鲜香微辣的口感相当诱人 吃起来就会觉得 有一点微微的 那种稍微咸咸 还有稍微红烧的味道 所以最主要还是 味道搭配得很好 主要的问题是鱼新鲜 这是最上色 来到这儿还有很多人 会点这道炸物拼盘 一次可以尝到西虾 卵丝镖等 至少五种海鲜炸物 炸物酥脆 却不会太油腻 还有限量的墨鱼香肠 香肠肉质有咬劲 能吃到满满花枝肉 跟花枝浆 炸食口感越巧越香 第一次看到的感觉 很惊艳 没想到说这么小的一间海鲜店 它有这么多样化的海鲜 这些炸物 它是有整块的像那个 算是烤鱼的那个肉吧 我不知道是牛鱼还是烤鱼 我不知道啦 反正吃起来就很扎实 那希望每一位客人来用餐呢 他们都能吃到最新鲜的 然后也希望他们能够感受到 我们最热情的服务 用心制作每一道料理 就为了让客人吃到在地海产的鲜美滋味 张乔安希望在他的经营下 自家的海味小吃店 能够成为客人心目中 必吃的口袋鱼丹 在深澳鱼港继续飘香 而在新北的永和有一间卤味店 卖的可是慈禧太后爱吃的稻口烧鸡 整只鸡是用数十种的中药材下去熬煮 卤到外皮呈现又远的焦糖色泽 还带有浓浓的卤香 一口咬下 皮肉Q弹滑溜顺口 还可以尝得到鸡肉的软嫩多汁 另外受欢迎的还有这一道狮子头 满满的肉香味 里头呢特别加了豆鼠 吃起来松软当中带有脆脆的口感 又充满了汤汁 都是许多客人心头的好滋味 那给你献一下刚要点的话 就是一个全汁烧鸡 那我帮你做成两种口味 一种是吃原味乳汁的味道 另外一种是加黄瓜吃两半的口味 我就发现 跟我小时候 我外婆做的那个料理 有很相似的口味 然后就让我想起 以前小时候跟外婆 就是在一起的那个时光 就很怀念 在两瓶大的厨房里 忙不停吃陈贝珍 每一早的日常 就为了让客人在开店时 能尝到自己 全心全意做出的料理 我差不多就会 六七点就先到公司 不包含去市场的时间 然后就一直忙到 十二点半要准时营业 给客人的时候 陈贝珍的乳味 是不少客人的最爱 其中这道道口烧鸡 更是许多人来到这里 必点的料理 道口是一个地 它是河南区里面的一个道口 当年实习菜后 逃难到道口这个地方 发现这道菜肴 觉得非常好吃 然后他就把它入皇宫菜 这口味相传的道口烧鸡 陈贝珍选用的是 肉质结实的防土鸡 里里外外都要处理干净 因为可能有些人喜欢吃鸡头 我们这边鸡头的毛 然后跟这些缝缝都要把它拔干净 因为肚子里面我们会淹过盐这样子 然后里面肚子有内脏要把它清干净 整只鸡依序用盐和酱油腌破 接着放进牢乳 让它慢慢入味 这锅牢乳可是烧鸡香气浓厚的关键 用柜皮当归大小归香的 数十种中药材下去熬煮 他们以前就只是这样子 然后装一袋就进去了 我自己后来有多了鞭炒这个动作 让中药材的香气更明显 然后让我的老鲁味道更突出这样子 整只鸡沐浴在放满中药材包的老鲁里 直到一身焦糖色泽 就是可以出狱的诱人时刻 散发迷人乳香和淡淡油脂香气的烧鸡 皮肉软嫩多汁滑溜顺口 吃在嘴里满口生香 用源远不住一口接一口 然后有凉拌的口味有加小黄瓜 然后吃起来很酸甜 然后又很清爽 然后鸡肉吃起来很入味 然后鸡胸肉也不柴 很嫩 颜色看起来就觉得 好像味道会很重 可是其实吃下去 你会觉得它每一层 每一口吃下去的味道都很均匀 因为看到像色泽 看起来这么深味道太重 其实是很清爽的 然后香气也很十足 不容错过的美味 可又知道乳味品牌 一次可以尝到多种乳味食材 甘醇香气与口感 鸭翅Q嫩不柴相当多汁 鸡爪则是满满胶质 越胶越有甜味 维韵还带有淡淡麻辣感 鸡翅的话我觉得它的那个 特别是它的那个胶质的部分 吃起来是很够味的 鸭翅我觉得它卤得很入味 而且因为鸭翅本来就是 有一点点那个肉的嘛 所以就是吃起来 像我们家小朋友 他也都很爱啃鸭翅 很好分离那个骨头跟肉 熟练做着美道食材 难以想象过去的陈贝珍 做过电子夜 美式餐厅店员 与料理扒杆子打不着边 不爱受拘束的他 得知过去常吃的小店 味道即将失传 决定将它承接下来 为什么会没有人接吃 因为他真的太累了 需要一些方式 然后继续接手下来 那因为我个人很爱吃 所以我也愿意去学习这样的事情 不过伸手刚入行 难免会有一段撞墙期 像是做这道狮子头 就曾让他觉得很头痛